長期低頭用手機 很容易引發頸椎危機 生活和工作姿勢不正確 坐骨神經痛隨時尋上門 還有肩周炎, 網球爪 也困擾不少香港人 今集幾個簡單測試 就馬上知道你健康嗎? 有請健康總司令 蛋哥, 鄭丹帥 還有兩位健康斗策 梁家琪和張志恒 你好… 你健康嗎… 你們倆有沒有搞錯? 節目開始, 你玩電話吧 不…蛋哥, 我不是玩 但對不起, 你知道我真的很忙碌 蛋哥, 還有我的朋友江湖舊急 所以你等我一會兒很快 過完錢就行了 你知道為什麼經常躲下頭嗎? 你很傷心, 你們也有頸椎, 知道嗎? 蛋哥, 你真的很了解我 你就知道我經常有頸椎痛 想不想測試一下自己 是否真的有事? 那要嘗嘗吧 好 你介紹一下健康挑戰者 今集的健康挑戰者 是陸浩鳴和森榮寶寶 給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提示 我最注重的是吃早餐 因為我不吃早餐, 像不懂做事 我這個節目吃了早餐沒有? 吃了… 我和你們一樣 經常會玩手機和平板電腦 我玩完十五分鐘後 頸部挺直, 望遠的地方 讓眼睛和腦袋都休息一下 這樣經常玩電話 會否真的影響到我們的頸椎 對我們的小測試 人的頸椎有正常的生理護度 但長期低頭望手機 拉扯頸部肌肉 可能令護度減少 甚至是頸椎移位 神經線受壓 甚至肩頸頭痛, 手部麻痺 測試頸椎健康有一個方法 從三節看著之前 如果我做得到, 不能做到 你這樣做 你做得到一程 對, 你做得到 不可能會做得到 好啦, 你做得到 我不能做到 你做得到 好, 開始 六號跟心靈寶寶對手 好像裝了摩帶一樣 極速開開合合 最終做到33和37下, 超額完成 看似很簡單的東西 可以證明什麼呢? 例如一個33、一個37 其實數目不是最重要 重點是如果我們脊髓神經 有受壓的時候 令手的控制有困難 一般人十秒內 是做不到二十下的 例如我常常躺在床上玩電話 玩平板電腦 整部這樣放在這裡, 有沒有問題嗎? 例如對頸、手會不會不好? 當我們曲著頸的時候 頸骨在前面受壓, 會比較容易退化 正確的姿勢應該怎樣玩呢? 我想要拿一個平衡 你太高, 肩膀和手又不舒服 你太低就對頸不好 可能中間一個位置 除了玩手機 還有什麼會令你的頸椎神經受壓? 神經受壓的原因 就是頸椎的退化 退化當然跟年紀有關係 跟我們的工作有關係 或者是有些受傷也有關係 我覺得這種動作 我們現場的各位粉絲 其實真的可以試一下, 又不難 好, 開始你做吧 好, 開始 兩位健康粉絲不甘是藥 十秒內一樣做到二十多下 順利拍攝 好, 補健康 日常生活當中 如何可以補健頸椎 很多時候用手機 或者現在經常打電腦 很多人的頭部都向前撞了 其實對頸壓力很大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頭部盡量擺放後一點 每隔半小時, 一小時 就要做頸部運動 我不是很玩手機 我們年紀大, 要睡覺 枕頭實在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高度是否會影響頸椎的好還是壞 太低也不好, 太高也不好 所以重點是枕頭 當我們躺下的時候 剛好可以承托頭和頸 不要鬱得太厲害 會不會太軟、太硬 又會不會有什麼問題 會的, 如果凹下去太厲害 有些人如果頸咬得太厲害的時候 手也會麻痺 所以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 其實最重要的是枕頭真的要自己試 這件事挺難的 你要睡一、兩天才知道 我在那裡睡幾天才試試 我趁著教授在這裡 就想看看你們坐骨神經有沒有事 很想看… 看得到兩眼 教授, 要不要看 一起吧 冷靜一點… 教授跟我們一起看影片, 好嗎 好 座骨神經是人體內最長的神經線 由腰椎一直伸延到腳掌 座骨神經痛的成因有很多 例如骨刺、椎間盤退化或突出 透過簡單測試 就知道自己是否可能患上座骨神經痛 座骨神經痛測試 參與測試者要躺在平面上 雙腳伸直平方 由另一個人幫你輪流抬高左右腳 一般人雙腳可以抬高至70至90度 而不會覺得痛 相反, 如果你只是抬高至30度左右 而且已經有腰痛、腳痛 以及麻痺的感覺 你可能已經患上座骨神經痛了 不檢查不知身體好, Let's go 深穎BB首先下場 輕而易舉, 腳就過了90度 看來摺起來也行 過了90度 結果一雙尾腿, 也成功過了90度 超硬完成 頭呢? 繼續 好, 差不多了, 這個位置 好, 預備, 開始 到六號了, 他又怎樣呢? 看來他是個硬漢子 提腿到五、六十度 已經臉都紅了 不過最終也做到70度 合膠了 可以再多一點 我想差不多夠了 一個就… 簡直是不去臉, 很害怕 是否過了呢? 他會不會有危險呢? 首先第一件事 我想家庭觀眾要留意的 當你嘗試舉起腳的時候 到開始緊或者有點痛就要停 不要像這些主持人有特別的訓練 沒錯, 我們這些主持人 至於哪些人會有坐骨神經創的機會 比較高一點呢? 跟年紀是有關係的 跟他的運動量 或者其他的創傷都有關係的 其實剛才Steven這樣推我的時候 我都一片空白了 但推到某一刻 我的腳刮廊和大腿筋就很緊 而且一下子扯到這裡的尾隆骨 真的有點彈彈 就是因為後面的筋是緊的 因為你平時少做這方面的運動 對, 真是爛 為何提起腳會令坐骨神經痛呢? 因為神經受壓的時候 你拉行一條神經 扯行它的時候, 它就會痛 所以我們要找一些坐的練習 讓大家知道原來坐也要坐得好一點 怎樣坐得好一點? 有請麥理治療師林林小姐教教我們 我們現在練習一個坐姿的份量 我們坐在椅子上 把雙手放在屁股上 我們嘗試將人的重心兩邊轉換一下 能否感受到手裡摸到骨頭 骨抖著你自己的? 很抖 很抖, 對, 可能因為你比較瘦 我比較有肉的 肉… 對, 現在嘗試感受一下 把人的重量左右兩邊平均分貝 手壓住的感覺兩邊是差不多的 然後把小腹的肌肉, 輕輕力收緊 之後輕輕地升起你的右腳 離開地上很少就可以了 保持呼吸輕鬆的 好 對, 要呼吸, 要說話 可能會更緊張 我們可以嘗試做左邊 升起你的左腳, 是, 然後放下 如果你做得好的時候 你可以向難度挑戰 兩隻腳 把手放在前面 還是做剛才的動作 你的控制要多很多了, 現在 小小力升起右腳 重心保持留在中間的位置 放下 沒錯, 做得非常好 謝謝, 林恩姐姐 謝謝, 謝謝 原來我是看人做運動 之後我也是很想吃東西 對…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有什麼潮食 來吧 不要嚇死我, 為何瘋狂瘋狂 不是, 嚴Sir 你看這個蘿蔔, 多漂亮 我用來炆牛腩 蘿蔔炆得軟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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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軟 真棒 放心, 我一定會預算你 這麼膩的東西不好吃 那怎麼樣?蘿蔔這麼漂亮, 浪費了嗎 不要緊, 我跟你說 你把蘿蔔炆煮, 做到的劑就很棒 蘿蔔, 你是朋友嗎?他們怎麼做? 一半嗎? 但蘿蔔就一半 切片, 蘿蔔就切片 是 然後將隔水炆, 加一點冰糖 用來潤肺、去痰 還有讓皮位沒那麼濕 對 從中間的角度來說 蘿蔔本身性質偏涼 有清熱新增的功效 同時可以開胃燒製 如果那個人吃製了的時候 不妨吃一點蘿蔔 你從中間的角度來說 性質偏涼 它可以有潤肺新增的作用 同時可以經過滋養肺陰 令它有化痰的功效 很有趣, 用雪梨糖水 就經常喝大, 加了蘿蔔 有很大, 很清甜的蘿蔔味 很厲害, 但很有 它有什麼用呢? 譬如皮虛 皮虛, 尤其是皮虛的人… 皮虛的人會怎樣呢? 皮虛的人經常都肚餓 經常大便不成形, 對吧? 還有去濕 濕的人怎樣呢?濕的人經常都臉腫腫 怎樣減肥都臉腫, 就是濕 我在吃雪梨和蘿蔔很交叉 因為蘿蔔有雪梨味, 雪梨有蘿蔔味 不覺得知道, 董事長 不跟你說話, 你看著碗吧 對, 謝謝, 師傅 我可以專心吃東西嗎? 你可以走了, 謝謝 我師傅… 好, 師傅, 走 再見 下一節回來, 還有更多測試 檢測一下有沒有關節問題 看看你健康嗎? 好, 師傅, 你別這麼可憐 你沒錢吃飯, 你跟我說 我會帶你吃飯, 你還要打馬克服 你為什麼要吃樹皮?來吧 誰說你的, 你真是見識少了 有些樹皮是很珍貴的食料 其實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隻叫甘草 你把甘草, 譬如三片 這隻叫甘草, 你不要用這個杯 用焗杯… 暖水糊的嗎? 暖水糊, 焗杯, 焗杯, 是不是? 暖水糊的, 放進去, 沖滾水 焗一半小時, 味道可以出 喝到沒有味道, 再加水, 再焗, 再喝 甘草有什麼好處? 甘草在西方來說 是一種很重點的研究對象 為什麼呢? 它可以幫我們舒服神經 簡單來說, 幫我們平衡神線的分泌 甘草在中醫的角度來說 性質偏良, 有清熱解毒的作用 同時可以緩急止痛 如果熟用的話, 叫做植甘草 有補益心肺的功效 西方也有他們自己的草藥 但他們的草藥也跟我們一樣 是藥食的樣用 是, 例如呢? 最常見的一種香料 我們吃意大利菜一定不會有香料 用什麼呢?這個就是羅勒草 這種叫什麼名字, 知道嗎? 不知道, 但跟它很像樣 這種草叫鼠尾草 是 有什麼好處呢? 這兩種都是化痰的 是 化痰, 而且等到喉嚨更舒服 可用者, 例如鼠尾草 很香?這樣倒下去 這個也很香 這個羅勒草 麻煩, 另外分開它 是嗎?不是一齊的? 有一點多, 是嗎?兩葉 什麼比例?差不多?兩個三葉 沒所謂, 這些沒所謂 你喜歡濃一點就放多一點 不喜歡濃一點就放少一點 好, 可以加水了, 這些是滾水 沒想到這個香葉 不只是用來做香料 是沖茶也可以 是… 你真棒, 謝謝水 是 好, 敬你 謝謝 乾掉了 乾掉了, 乾掉了 你們真的很乾掉, 你們怎麼做 讓肩膀 mod 有的人說卡到50風就很容易又50 tam 那我想你就… 60了 對, 就… 還要堅 其實當你有沒有肩周炎 就不用這麼看 怎麼看 你看看能不能做到 剛才我們打引議的示範就知道了 肩周炎, 俗稱50 Kem 會令患者的胸肩關節變得僵硬 肩膀活动受到限制,甚至不可以递高手 想知自己有没有50肩,试一下就试 50肩测试,这个测试包括三个动作 第一,尝试举起一只手,将手掌放到背后 第二,将手穿过翼下,将手背放到背后 第三,将随低的手臂慢慢向前伸 再一路举手向天 如果你做不到上述三个动作 或者举起手的时候觉得很痛和有困难 就可能有肩周炎了 来了,不测试不知身体好,Let's go 开始 第一个动作,两位健康挑战者 首先举起左手,上司放到背后 碰到背后 对它们来说,难度是零 贴到背上,这样 接着将手穿过翼下,放到背后 十分满份 垂直 之后换手再试,一样顺利通过 放到最顶,然后贴到背上 但这边又没那么上 没有什么肌肉 可以吗? 很異形,但它的感觉 好,到最后一个动作 将手臂举高,简直够了台形 为什么叫50肩呢? 为什么不是45肩,32肩 一定是50肩,是不是50岁才出事? 其实50肩是一个俗称 正确的名称是肩周炎 肩周炎的意思就是肩膀的周围 膜是发炎 通常年纪大,会比较容易见到这个情况 到50岁、60岁左右相对多些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但可能跟它的关节开始退化有关 看到我们后面的粉丝 约约肉试,谁想来试试? 好 好,我们首先第一个动作 人家说50岁开始比较容易换50肩 看看三位健康粉丝 可不可以顺利趋势 90度穿过翼下 对 看它们的表现 所有动作都是轻轻松松完成 第二个动作 所以说,你们这么肩,怎么会有50肩 刚才我教授很有趣 这边左手也很灵活 但右手譬如在后面上去的时候 上到某个位置,我再想上去 肩膀这个位置就觉得很绷紧 很拉住 你就不应该是肩周炎 最主要是肩周炎是会影响所有动作 所以不单是一个动作做不到 其实所有动作都是会有困难的 至于为什么你可能会有某一个位置 是特别紧 可能需要一个详细的检查 对,可能… 原来是假的 是假的 假的 可能你以前受过伤 或者因为缺乏拉筋的运动 那应该是后者,拉筋的 我很少做这些拉筋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你们有没有网球爪 网球爪的成因 主要是手腕和手肘 做得太多重复和用力的动作 令前辈根健勞选和发炎 网球爪测试 参与测试者要向前伸出右手 手掌心向外,手臂伸直 手背尽量向身体的方向拉 左手手掌就搭着伸出的右手手背 用力向外推 而右手手掌就要跟左手斗力 尽量拉向身体 这个时候,如果右手掌握外側 觉得痛楚 你的右手就可能患上网球爪了 同一个方法 亦可测试到左手有没有网球爪 好 不施力不知身体好 Let's go 開始 好 兩位健空挑战者首先测试右手 手背用力向身体方向拉 左手就出力向前推 看他这么好笑就知道没问题了 到左手了,一样容易,轻松过关 左手手掌会否痛 教授,为什么会有网球爪呢? 我好像有网球爪 网球爪是一个基建炎 其实这个基建的组织在发炎 就是会有的 不是跟网球一定有关系的 其实很常见,我们看到有些人 譬如是針茶,拿着茶壺針茶 这个动作做得多,甚至是扭手筋 它们都可能会令这里受伤 关系吗? 是痛的 关系不关年纪? 年纪越大就越容易有的 一定是有些关系的 但是这样的问题是很多人都可以有的 就是年轻人都会有的 不只是长年纪的 不要经常针对你吧? 不要经常针对我 我想问是否我们不应该 经常重复用同一只手做那个动作呢? 是的,如果经常重复做一个动作 是容易会受伤的 为什么这里会痛?我想问 因为当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或者打球,打网球的时候 其实是用到这个肌肉 你经常重复用这个肌肉 它就扯伤了那个位置 是扯伤了那些筋位 是的,其实不关骨事 不关骨事 如果真的有网球爪的话 我们应该用冰敷、热敷 或者用什么方法去医呢? 如果有发炎、炎症 我们会建议用冰敷 是 让它减低发炎的症状 是每天敷的? 是,每天敷 那什么情况之后用热敷? 发炎一般来说 还是不要用热敷的 都是冰冰 会令到炎症更加严重 是 原来我一直弄错了 记住,大家每个人的体质都不同 所有东西都因人而而而 所以有什么事呢? 记住也是找医生 知道吗?蛋哥 所以要拿卡片 是的 我又帮你拿阿龙,好? 好,一起去吧 很需要 很需要 好,在这个时候 又临走点也要捉回林林姐姐上来 和我们再做多数个伸展动作 好 有网球爪的朋友 很多时候在前臂这些位置 都会觉得比较痛、比较紧 我们现在示范一个运动 就是伸展前臂的肌肉 我们将右手向前臂 右手的手指指向下 然后将左手放向右手背 然后轻轻力按一下向自己 轻轻力向自己拉进来 做的时候也感觉到这些位置 有点牵扯,拉紧的感觉 这是正常的 我们留在这个位置 大概五至十秒钟左右 好 我们再示范另一个第二个动作 位置也是一样的 刚才手指指向下 现在将左手的手指向右边指开 左手一样也是握着右手背的位置 轻轻力向自己拉进来 做的时候也感觉到这些位置 有点牵扯,拉紧的感觉 停留在这里五至十秒钟左右 然后放松它 好,我们停留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跟大家说再见 今天五至十秒了 多谢嘉宾,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你 再见 拜拜 对,还没办法 然后重复再做一次 手指指向下 对 好 对 对 好 好